歡迎大家今天又來收看我們香港藝術搜索頻道 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一位嘉賓 Jer 蔡子君小姐 請問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在ADC的委員會 那個名字是怎樣 都不懂得介紹 其實我的名字應該是 藝術教育範疇的委員和主席 因為他其實有很多小組 我就是屬於那個小組的主席 你就是當中的一位民選委員 其實整個委員會開會 所謂藝術教育開大會的時候 總共有多少委員 你有沒有印象 有些是民選 有些是委任的 是怎樣的 哎呀 糟了 我突然忘記這個數字 好像是 應該是十二十多還是十七 應該是一半一半 有一半就是民選 有一半就是委任的 那開大會的意思其實就是 有一些最大的決定 譬如未來的發展方向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撥款 或者是一些規劃 可能是他們自己的主導計劃 那些東西 那些錢等等 全部都是由大會通過的 所以那個會其實就是 坐在一起就是這麼多個委員 以及他們主席 以及一些教育局 以及民政事務局的代表 坐在一起去談 但是在大會之下 其實是分了很多的工作小組 所以譬如可能有什麼策略委員會 藝術推廣委員會 藝術教育小組 或者是視覺藝術組 那些小組 就是你自己可以帶去加入的 那 如果你有時間 你當然全部都可以去完 但是 通常 我之前就 被阿輝哥 就是阮少輝 警告過我 你不要參加那麼多小組 你做不了那麼多事情 那我自己就 好像是加入了三個 那 所以 他有分工的 譬如那些項目是關於藝術推廣的事情 那 就可能是在藝術推廣那裡談 談完之後 就扔上去大會那裡通過 那 所以 有些情況下 就是為什麼會發生 就是說 有一些政策的通過 是 在初過階段是不知情 是因為其實它是可能屬於一些工作小組 其實不是 就是我有參與 或者其他人有參與過的小組 那 變成你 你可能就是要去到最後那個關口 你才知道有個這樣的事情 然後在大會那裡去討論 這樣 就不是可以一開始在文芽階段 就去 就是全部都參與得完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它是一份工 就會好些 因為 其實 其實 那個 就是 都幾多會要開的 對 就是說 你現在 你是民備 民選出來的委員 但是你就是沒有薪水的 你剛才說不是一份工 因為 其實一直以來 藝法局的委員都是沒有薪水的 過去呢 就是 聽聞呢 有過的討論就是 會不會可以給回一些居馬費 那樣 最後都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呢 我自己感覺上 在大會 其實你擁有多少權力呢 其中一個決定因素呢 就是 你有多少能力去開多少個會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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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 有權 你去 表達多些意見 去把事情 引到 向你所想的方向 但是 所以 譬如我自己 我其實都是要上班 就是 有事要做 那時候 其實 都會幾艱苦 哈哈 那他們通常幾久之前就通知 什麼時候開會 什麼日期 時間 就是 如果大會 如果大會的話 就幾個月之前就通知的 那 都 那 但是 譬如 會撞上班時間的 很多時候撞上班時間 會不會這樣的 有時候有這樣的情況 譬如我自己 試過 有一個會 我是很想出席的 就是 它是關乎到 講這個 藝法局的選舉條例 就是這些很重要的會 但是 其實它 給你選擇的時刻 可能都是日休息 或者中午 那次 那次是最金的 我就cancel了那張機票 本來我要去台灣 就是做 做事 那 所以 其實 都 因為 但是 其實它又就著 辦事處的 就是工作時間 所以 它那些會也不會開得太晚 那 所以 其實它很多時候 都是那些會議 都是在日休息 或者是旁晚這樣開 那其實都 都 都不太容易 哈哈 是啊 好 麻煩 那另外呢 就想問一下 那通常 那些議程 譬如說 開大會了 或者小組會議之前 那些議程是誰定的呢 其實通常 還有 有幾詳細的呢 之前 就是開會之前 你有幾多看到 幾多幾詳細的議程呢 其實 就會知道的 不過其實它就會 很簡單 有個title 就是它沒有什麼 介紹裡面 其實是怎樣 可能你去到開會的時候 你才知道 那 譬如 就是 大會那些議程 其實早幾個禮拜都會知道 那應該就是由主席 和他們那些辦事處的人 去定的 那 譬如我自己藝術教小組 那個會都是 就是 我的秘書 那跟我 就是可能 聊天 最近有什麼事情 要決定要執行的時候 我們就會定了那個 會議的議程 然後就 spread out 給小組的委員 或者是顧問 去看 那 但是其實都不會很詳細的 可能是幾句 那 那 嗯 去咯 去咯 那所以 但是因為呢 其實那些大會 好像是 隔兩個月才開一次 如果沒有記錯 那 所以其實它不是很密集的 那變了 有時候有些突發性的事情 其實就 它都不是很可以很快地 給反應 那 那 但是我最近就發 其實可能你要多出一些聲音的話 那可能才會推動到 這樣 是啊 那 據我們公眾所知 那 魏法局開會 有一些閉門會議 有一些是公開的 閉門就是 他們的會議紀錄 就不會向公眾發放的 完全不知道的 那 其實怎麼分 什麼時候閉門會議 什麼時候公開會議 什麼類型的議程 其實是屬於閉門 你知道嗎 其實實際 它怎麼分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自己揣摩到的 那個印象呢 就是似乎那些東西 牽涉到金錢 還有是不同的 parties的利益的話 那些就是閉門會議 就是舉例 譬如說 某一些議程 是要討論 究竟那塊錢 是撥給誰 不撥給誰 這個其實是很關乎到 雙方的利益的時候 那些就會放在閉門會議 所以 我原先以為閉門的會議 不是那麼多 我原先以為公開的 也很多 那我就想說 一些東西可以說出來 但是 現在就變成其實 都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其實很多都是 劃分了 是閉門的 那 就 變成 我也覺得 很難讓公眾知情 那今天有沒有要求你簽名 就說 閉門會議 或者他裡面開的會議 那些資料 就不准跟別人說 是的 一開始在委員首席那裡 就已經簽了這個約 所以呢 所以就 就是 他沒有之後再簽 但總之一開始上任的時候 已經簽了 那所以就 就是變成 就是 變成 可能很困難 你才可以 說到那些事情 簽了是說什麼 簽了是說 閉門會議的內容 是不可以公開的 就是有寫到明 是的 其實他們 都 我發現政府的人 他們做事都很小心的 就是譬如 他們有時候 有些人的電郵 發一些致詞出來的時候 他們在電郵下面的 訊號已經有一段字 就說 我這個電郵 只是收的人 可以知道的 就是 裡面的內容 是絕對不可以 跟公開 就是 下面的訊號已經是 就是他們 是這樣做的 那所以 就是 就是 這個是很難處理的 我也覺得很難處理的 那你剛才就說 其實